ok好,那再来的话我们来看 其实上个礼拜的东西我想还是一样要花 因为其实各位会发现 其实要寄东西真的还蛮多的 像上个礼拜那个包含什么,有关VBA的部分 像设定那个多重颜色,这个格式,颜色 怎么样加上去怎么样清除 这个的话也是需要花一点力气 所以其实后面的部分我们基本上 都会用到很多有关VBA的相关技巧 OK,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是 后面,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刚刚的部分我们要做第一个房呆 所以特别注意,它的概念框架有点像是一个范本 如果中间就是一个条件 当然如果你有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 你可以再加在Rand的前面 OK,那你可以用或 或的话偶尔嘛 那如果两个条件都为True的话就End了 你可以一直串下去 其实可以 就是很多个条件 那再来的话 我们执行给各位看 如果说这边没输入,按新增会挡下来 OK,所以输入这个BBB好了,Enter 如果第二个没输入的话,按新增 因为我刚刚已经贴过了,OK,所以新增 这个时候的话呢,它就会 请输入,那后面加姓名的话 就把它改成那个答案考 另外的话有个地方可能 不太一样的部分 就是多一个这个 OK 这个地方的话呢 等一下,我好像忘了切那个 我把画面再分享 OK OK 那 特别注意,如果这个 这个B 假设我们后面 按下新增之后的话 那这个没填 它会跳出来 不过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眼尖的发现 前面这边会多一个惊叹号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希望这个叫Message Box 然后空一格之后面的话 里面的资料 比如说提示什么 那如果说前面需要加一个什么 什么icon的话 就是这个图示的话 那实际上 假设我在填 所以你会发现 它一定要填资料 如果没填资料的话 没办法输入,按新增 这样才可以输入 那如果说呢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特别注意到 我刚刚新增这个姓名的时候呢 因为前面没有 没有一个icon 为什么后面那个有icon 最主要是在 这个地方 Message Box后面 请务必输入姓名 这个豆点 加个豆点 豆点的话就是 第二个参数的意思 也就是这个参数没加没关系 但是加的话 你可以再加 你要的icon 那如果说你要一个惊叹号的话 那就是VB information 这边其实蛮多的啦 如果你不确定是什么 你可以按F1 里面有相关说明 或另外一个方法你可以试 就是加上去试试看 OK 或者是猜想上面的那个名称 我用比较多像VB information 这个就是刚刚的惊叹号 那如果说你要警告意味比较浓厚的话 你可以加一个什么VB credit card 这个的话呢 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XX 这个时候的话 请务必 就比较强烈的警告 有没有不对 OK 你一定要做什么 OK 好 那这个是第1个房呆 就是一定要输入资料 那第2个的话就是说呢 填资料的话呢 你这里面一定只能 第1个一定要填资料 第2个的话呢 一定要填数字 假如说你填了一个非数字的话 比如说我们这边加一个CCC好了 假如说他填了什么 他又填了A 这个填B 这个填正确好了 当然这个 这个是有资料的 如果没有房呆呢 你会发现 按新增 他会出现什么 他计算 他这个地方 Essal还蛮妙的 平均居然还可以平均出来 还52 OK 也就是说你会发现 Average 蛮妙的 他 给他错误的 其实理论上这应该是要错误才对 但他这边居然没出现 可是理论上不应该有这种 这个出现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应该 就是再来 房呆2 那房呆2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在 我们记得是写在新增资料的上方 然后那个什么Sub的下方 那我们就写在第1个房呆的下方 OK在这里好了 那第2个房呆要做什么 第2个房呆 基本上我们就是做 判断是否为数字 第2个房呆 就是 一定要输入数字 所以我们基本上 在这边我拿这个来 Ctrl C 那怎么样判断是否为数字 而且判断的话呢 其实第1个不用判断 只要判断第2个 就判断的话 就这个不用判断 因为这个姓名你不能一定是数字 这3个一定要是数字 那怎么判断 其实方法呢 跟刚刚类似 所以我们其实 直接拿 刚刚 第1个房呆 刚确这个拿来当范本 复制一下 直接贴到下面 这个贴一下 OK 用这个来改好了 那这边是判断 Text Box 2里面是不是有资料 那如果我们不是要这个判断是的话 我们要判断什么 如果 判断是否为数字的话 那其实这边可能需要用到那个 VBA里面的一个函数 那可是如果说 假如你不知道说哪个函数可以判断 这个资料呢是否为数字的话 我前面讲过你可以 打个VBA 电 其实呢在VBA里面 如果要判断是不是什么样的资料形态 有一个固定的用法叫Is 是不是的话叫Is Is 所以你会发现 Is 出现的话呢 后面会出现Is Array 是不是正列 Is Day 是不是 这个日期 OK Is Empty 是不是空的 其实特别注意 是不是空的 除了可以用上面的这个 这个等于空字串之外 其实也可以用Is Empty 你们有时间可以试试看 那是不是一个 数字的话在哪里 基本上在这里 Is什么呢 Numeric 这个 OK特别注意 你就点两下 然后记得钱瓜糊 因为它是一个函数 然后后面的话呢 再把这个Tax82刮虎刮起来 OK 那这样的话呢 如果它是数字的话 那它就执行下面的事情 因为呢 是不是 如果是数字 那它 就会返还为True 就是是 OK 那如果这里面是放是 就执行 如果不是的话呢 那就不执行 OK 那理论上写这样就OK 不过 像我在云端白板习惯是 是 那更正一下 应该是 如果是数字的话 这个如果是数字的话呢 理论上 就不把它挡下 可是实际上我们 是要挡什么呢 挡非数字 所以呢 非数字的话 特别注意 如果它输入不是数字 那后面请你加一个什么 有两个逻辑 不是的话 不等于 True 不等于True的话 那表示说 它里面输入不是数字 OK 或者是另外一个 一个方法 就等于什么 等于False 其实这两个逻辑 最后结果都一样 OK 不过我比较习惯是 写的 不等于True 不等于True的话 就不是什么 不是数字的意思 不是 所以这个叙述有点像 不是数字 OK 如果它不是数字的话 那就是 请输入 数字 比如这边的话 请务必输入 那警告的话 看你要是VVInformation 还是VVCritical 其实都可以 诺点 Critical OK 警告 然后 再把什么呢 游标放在 这个TestBox2里面 不过我们可以多做一件事 因为它 既然输入的不是数字的话 那我们可以把里面的资料清空 那怎么把里面的资料清空 TestBox2 点Test TestBox2 等于什么呢 没有 就是意思说 你一定要输入 这个数字 我们试一下 比如说我们再输入 CCC Enter 假如它输入一个A 那我按新增 先把底下先输入 那理论上我们应该什么 他就是 判断这个不是数字 不等于True 所以就把它轻空 然后游标再放上去 所以按新增 知道没有 MessureBox 请输入数字 下一行就是 这个里面 轻空等于空的 然后游标再放上去 OK 好 这样的话呢 就把它挡下来 那其实一样的道理 如果是 这个 除了判断什么呢 判断 答案 考核 还有什么呢 操作考核跟面试考核 所以 基本上理论上就是 这个 2嘛 这个应该是Testbox2 下一个应该是Testbox3 下一个应该 所以我们就直接 干脆拿这个来改 这个的话直接 Ctrl C 然后 直接就是 TMA 这个改成3 这边改成3 然后 概念是一样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 再把它贴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防止 它输入 这个改成4 OK 那就防待2就OK了 就防止 它输入了非数字的资料 OK 所以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看 CCC 当然如果 输入一个A 输入一个B 输入一个C 那应该是 游标放在这里 请输入 这个会先挡这个 那就输入 这个挡下来 OK 那下一个B 他下一个应该挡这个 再来就挡这个 好 全对的话呢 才能够输入 到资料 OK 那就没问题 请各位试一下 防待2的部分